一起切切吧 今天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吴姓波吴老师 你好你好 吴老师称为范搭子了 对的 油帮到了 春暖花开的季节了 对对对对 在这个季节其实我们平时呢 都会想吃一些非常实令的蔬菜 对 少许应该嘛 死西湖嘛 对吧 对对对 那么相互忽略一些 也是在这个季节有的 但是可能不是那带这么热门 我懂啊 辣门啊 冷门的蔬菜其实也很美味啊 对对对 甚至你在菜场 可能都不一定买得到 有助手 至于可以要么可以倒骨 对 都说不时不时 其实春季的蔬菜 可不止我们市面上常见的那几种 还有很多被大家忽略的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寻找一些 好吃又冷门的蔬菜 我是推荐一家 跟苏北有关的冷门的蔬菜 哎呦 苏北的蔬菜 对对对 藏在水里的 哎 那就巧了 我今天也要推荐一道 也是长在水里的 他这个呢 我们平时吃的那个部位 可能和我今天要推荐的这个 关于它的部位 不太一样 这个浓的比我哪都更高 更神秘 也是长在水里的 这个部位是不大吃的 没错 反正都是渐走偏风的类型 好好好 那刚才说的是苏北的蔬菜 对对 在哪块 我们去看看 就在这里 走走走 其实说起冷门的蔬菜 大部分还是因为有一定的地域性 咱们上海人很少吃到 甚至菜场里也并不好买 但吃惯了常见的蔬菜 偶尔吃一下冷门蔬菜 不管是口感上还是味觉上 都是一种新的体验 今天吴欣博亚搜要推荐的这一间店 一进门的名当区域 就展示了各种各样的蔬菜 有各种各样 真的有很多蔬菜 对吧 顶种确实丰富 没错 这个什么知道吗 不要看 这个我知道了 这个就是个头比较大的木瓜 对的 这个叫青木瓜 真的是木瓜 对对对 而且鱼老好喝得在下清爽 爽的汤特别好 这个我倒是没有尝试过 对吧 青木瓜 放在鱼头汤里面 特别爽口 可以可以可以 还有一样好东西呢 这个什么 看 这个什么 这是我们平时吃的丝瓜 对对对对 这么大的丝瓜 我会第一次见到 对的 这个是广东丝瓜 下面有做法 对对对对 青肠蒜蓉粉丝粥 对都可以的 白芹菜 白芹 对 这个不瞒你说 这个芹菜我都第一次看到 这个在菜场都肯定是买不到的 对吧 要么咬银 要么四斤 对吧 可以做菜的青木瓜长得像虎瓜 但个头非常长大的广东丝瓜 连吴欣博都没见过的白芹芽 这里的蔬菜种类还不止如此 不过吴欣博要推荐的苏北水生蔬菜到底是什么呢 蟹鱼蛋 哦 就番薯苗 番薯苗 番薯苗 这炒的 蒜蓉一炒太好吃了 对的 奶白菜 你看看 准备了 嗯 这个要考考你了 这个你看着都没有问题 是吧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其实很想说西兰花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西兰花 西兰花不一样 它上面又不像西兰花 对的 你巨色稿是施列湖跟芥兰杂交的 哈哈哈 我知道 对对对 上面是西兰花 上面是芥兰 好啊好啊 还好啊 还有没见过的你看 田七苗 这个真是没见过 对吧 这个巨树炒出的口感有那么一点点小苦 看见吧 淮安菩菜 淮安就是苏北 对 这个就是我要介绍的 今早加早不能够冷蒙蔬菜 这是我们今天的冷蒙蔬菜 对的 菩菜 哎呦 放在水里滴的 嗯 据说很甜 对对对 对的 其实我们看这个蔬菜掐一掐 你看很嫩的啊 对的 轻轻一掐就断了 对的 说起菩菜 它其说实是香菩克植物的嫩精 在我们国家入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菩菜的采摘时间是在每年的3月开春 一直到10月份 所以也是当季的蔬菜 而苏北地区的淮安因为地域的关系 这里的菩菜更肥更嫩 不过菩菜我们上海人吃的不多 什么样的做法更合适呢 咸鱼 哦 鲜鱼灯 对 还有把银烧鲜 唉 这是很冷门 好很懂情的 对 所以我刚才看到你抓要点了这个 对对对 这是什么菜 我一下子就没记住 这个叫 今天也是第一次尝 这个应该是叫菩菜 菩菜 这个菩菜 对对对 这个菩萨它是用了它用什么在一块厂上 鲜肉皮炒呢 相当的那个丢地锡的 对啊 丢地锡的呢 上海里干起来 不是吃一个鲜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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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一把那个烂鸟草可以 一把鲜肉皮炒可以 那这个菩萨本身呢 我到底就很想了解 我的吃口到底是什么样的 现在再来一下啊 来一下来一下 没事 哎呦 阿姨很讲究用公块 对吧 阿姨说我们值得提倡的 你看 阿姨们聚会啊 对 都用的是公块 对 都用公块 我现在已经开始用了 太好了 太好了 点赞 点赞 我一比表演 它就像一样 哦 嗯 嗯 要是生一个种 它就可能下去菜 哦 脆度比水一高 这个米粥锁定吃了 又得了海里色重 所以要干海里皮 菩菜因为是水生植物 除了有特殊的香气之外 本身是没有味道的 所以做的时候一定要其他的食材 赋予菩菜味道 这家店推荐的做法是炒咸肉 不过这菩菜的侧面看起来有点像 大蒜根 也有点像葱白 口感跟它们相似吗 大蒜根 没有渣的 对 没有渣的 对 对 没有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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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一直渣渣的 对对对对 一直渣渣的 您抓起来 有没有人以前吃过菩菜的 有没有 看呢 他妈觉得有点像大蒜的那个 对 我说你因为你 那吃出来的口感完全不一样 对的 你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它有这么嫩 对吧 对的 大猪鼠说 因为菩菜本身很嫩 而且里面都是水分 所以不适合太过复杂的烹饪方式 五宁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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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跟菩薄的长相出不住啊 它上面是叶子 对吧 上面这个叶子 后来我 我想了一下 那时候中华对吧 它在用了一种香 你得到一种香 叫菩包 对对 它就是这个东西我跟你说 然后它这个是里面 嫩的当中的心 对 所以我妈拿手我掐过了 确实非常难 对 战酒战酒 对这个是关键的 你把一个鲜肉炒一下 或者是煎蛋 这个还能煎蛋吃 对对对 我感觉它的口感应该是甜的 对 应该清甜的 对吧 所以我有个想法 如果说这个东西水里炒一下 凉拌一定是好吃的 也可以的 我们之前做过凉拌的 对吧 没错没错没错 那么就更加体现出 现在这个食令的特点 对对对对 咸肉煸香汤之后加入菩菜蒙火快炒 因为咸肉本身有咸味 所以不用放太多盐 也不用再加任何调味料 因为菩菜本身有水分 所以这一道菜 水也不用加 等到菩菜炒到变软 就可以出锅了 这一道菜 因为我觉得这个食令 第一 蔬菜的好吃 第一 对养生也有好处的 没错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个鱼汤会炸酥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蔬菜 对对对 都有都有 还有这个西兰台 对对对 还有那个 香菜 奶白菜 奶白菜对吧 对对对对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 对对对 这个公块 公块我可以煎给你的 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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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个中共的省次 大牛肉包掉大树啊 下来了就是 酒黄啊 有点差不多的 但是味道完全不一样 它呢 其实没有太多的味道 但是有那种 就是蔬菜 那种香味的 清香 对清香气 而其实缝生蔬菜 它有个种 带生水的那种清香 没错没错 接下来小宝要推荐的 这家店 是在张江 那个园区内 从店名就不难看出 这里主打的是 湖南湖北小炒 因为北西小炒菜 最大特色就是下饭 所以附近不少白领 也把这里当成了食堂 要说到这里的菜 到底有多下饭 看看装饭的容器就知道了 他们家的这个特色小炒肉 小炒肉 这个是来自湖南湖北小炒 一定要点的一道菜 对吧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牛筋牛杂 牛三件 牛三件包 对吧 做了一个包类的 我看这边饭都已经准备好了 对吧 这饭够吗 你自己怎么还要打包回去 它这个比较有屁 它是一个 装的是米饭 对 它是一个保温 我可以撒到一大包围 说不定他太太也在这附近工作 然后在这边带回去 搬来他们家几碗饭打底 我们基本上你看我们就用桶装的 或者几碗饭打底的问题 对的 全都吃掉了 对的 天哪 那这个确实 确实你还不太 米饭直接用桶装 一桶不够免费去 菜有多好吃 从每天卖出多少米饭就知道了 当然 今天小宝和吴新国来的目的 还是新国找冷门蔬菜 炒菜里会有什么冷门蔬菜呢 但是我刚看了一下吴老师 他们说没点蔬菜 其实有的有的 有吗 这个 这个是藕袋炒鸡杂 这个你别说到真是一个很冷门的食材 对吧 对对对对 脆 爽 对而且还会有点酸 比较下饭 今天这种应该是做凉菜的一个 对的 对的 以前我比较爽烤 对我以前吃过都是凉菜 都是凉菜一种酥酥酥甜甜的有点小辣的 对的 草子是第一次看到 对的 藕袋它是藕的什么位置 这个说实话 这个有点考我 你快想想 我觉得应该 因为它既然叫藕袋嘛 肯定是跟藕有关系 第二个呢 代嘛 应该我们客观从字面上理解 就有点像那个 藕和藕之间那个 连接 连接的主体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这个答案还是有一点 有点可信 对的 而且有点文学性 湖南湖北因为包裹着洞庭湖 而洞庭湖也是盛产藕 所以这里的人们也是很爱吃藕 而藕袋爽脆的口感非常适合小炒 不过藕袋到底是藕的什么部位呢 我们还是请教一下大厨吧 藕袋啊 藕袋就是那个 藕与藕之间 它会长一个 那个 长出来有那个藕的叶子 也有藕的那个 莲花 荷花 然后它这个部分就是说 它是长歪了 它没有往水面上面长 它往泥里面长了 那一部分 是这种嫩嫩的 白白的 我理解了 等于说它可以长到水面上 变成荷花 对吧 也可以长成一只藕 也可以往泥里长 变成藕袋 对对 藕袋说白了 就是藕与藕之间 长出来的根茎 藕袋膨大之后呢 就成了藕 所以藕袋也可以说是 脸藕的嫩芽 这个 你知道是什么吗 这个应该是紫苏吧 对 紫苏的作用它是可以去腥味 然后就还有一种独特的一种香味 然后这边还有什么 泡椒 泡椒 然后这个呢 那个是鸡肠子辣椒鸡 就是也是一种非常 独特的辣椒鸡 香 而不辣 香味比较多 鸡肠平时我们在家里 用的就不多 对吧 因为清洗起来 对对对 不好清洗 我可以分享一下一个小秘诀 我们鸡肠的话 从市场买回来之后 我们可以那个把它给剪开 用鸡肠来剪开 然后就是和上那个面粉 家里面有面粉 生粉都可以反复地去清洗 因为它那个面粉有那个吸附的作用 小炒的特点就是说一个就是快 速炒 然后就是要有锅气 看到什么程度 看到什么程度 我们这个菜一般 做这个的话在三分钟 鸡杂焯水后 热油爆香 加入干辣椒 泡椒 紫苏叶 以及藕袋 快速翻炒 最多三分钟的时间 这道藕袋炒鸡杂 就必须出锅了 哎呦 吃饭米多了 吃饭了 看来就很有食欲 对对对 忍不住就想多来几盛 先尝藕袋 对对对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这个店家也很贴心 我们也用的是这个功勺 确实这样很方便 这个跟你吃到平时 这种脆的还不一样 它第一是泡過的 然后它第二次来口感上 它是有一点这种粘在一起的感觉 它不是说一口一口再把它咬断 它不是那种脆 那时候水芹菜 对对对 特别以把它干 不用一吹动感 没错 然后它整个是这种酸辣 再加上它本身放了很多这种香辣椒 在里面煸炒 然后整个香气也很浓郁 然后酸度也适中 然后这个辣味也恰到好处 我真的是口感非常好 它口感是酸 而且最后的收口是甜的 对 是吧 甘甜 要配肥也多少钱 要每个饭一块吃 这个味道更好 我也会烧刀菜的 是是是 像这种东西如果买得到 我自己家里也能烧 我也去他们找过 还真是买得到 所以如果说你想吃到偶带的话 可以选择一些湖南湖北的小炒餐厅 他们餐厅里其实都是会有偶带的 好了 今天我们又从市区驱车来到了青浦的徐晶 因为我知道在这边有一个农场 然后刚才一下车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大棚 现在我也迫不及待 想到大棚里看一看究竟有什么样好吃的蔬菜和水果 因为春天到了嘛 就应该和大自然有亲密的接触 我们来看看 真的是放眼望去满满都是绿色 一上来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地上有一些成熟的果实 来看看这到底是什么 看这个花呢有点 我大概知道了 我大概知道了 来来往前看一看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在餐桌上经常会见到的西葫芦 你看这个个头也已经蛮大了 但是估计再长个三五天吧一个礼拜应该能更好 我们得找一个他们工作人员了解一下这里究竟有些什么样的蔬菜和水果 看一下前面有一位工作人员我们找找他 打扰一下打扰一下 我看你在这个圈里面辛勤的劳动对吧 你现在在采摘这个是什么 这是空心菜 空心菜 对的 我看你们就有很多大棚 现在在这个大棚里头有些什么成熟的蔬菜 像这边的芹菜 这边是黄心芹 然后那边的是香芹 米西 白米西 红米西 还有那边的西葫芦 我已经摘到了 对的 可以直接摘吧 可以的 还有像我这边刚刚摘的那桃萝卜 樱桃萝卜 这个萝卜好像个头非常的小 跟我们平时吃到这种萝卜不太一样 这个现在已经成熟平坚很当季的 对的 对的 那这个种在哪 这个 就在隔壁那个大棚 我们能去看看吗 行行行 今天找到董的人了 来 樱桃萝卜是一种小型萝卜 一般都于早春收获上市 2月上旬可以开始采摘到5月初下市为止 你像这种樱桃萝卜 就是我们光从这个它的叶子来看 我们要怎么挑选 樱桃萝卜 我们主要就看它的颜色 颜色 要把它出来才能看到 对的 好好那我来试试 然后你来评价一下 我拔的这颗好还是不好 来 1 2 3 走 这个就拔出来很没有成就感 一般我们拔萝卜 很大一颗 然后这个就很小 对吧 这个算好的吗 这个算不错的 为什么叫它樱桃萝卜 主要就是它的颜色跟樱桃比较接近 然后这个就可以直接吃了对不对 对的 现在这个季节 我们凉拌吃的非常可口 凉拌萝卜做一道凉菜 制作非常简单 可自行选择是否去掉萝卜 用刀将萝卜拍开 然后开始调味 白糖生抽醋根据口味添加 再搅拌均匀即可 可以马上开吃 但是如果能腌制过夜再吃 会更加入味 当然 如果你和小宝一样 迫不及待想尝尝味道 生吃也是可以的 脆啊 脆脆脆 它里面有很多汁水 对的 然后也不会像我们平时 但是肯定大片萝卜有那种辣辣的口感 对 对吧 它整个还是有点偏水果风格 非常爽口 对 所以这个很好 就是不会有那种很刺激的味道 如果想来你们这边采摘 应该是门票吗 那还是怎么样 我们这边是不收门票的 只要过来 我们这边的食蔬水果 都是按金撑的 现在在这个时候 西瓜 枣瓜 就已经可以采摘了 为了尽早的能收到西瓜 农场里早早的就已经种下了浦东南汇八四二 自中的花皮 西瓜品 我看现在这个大小好像已经很不错了 对的 这个大概到4月25号左右就成熟了 4月25号就可以吃了 它的那个果肉比较甜 而且比较进食 因为现在还没有熟嘛 其实我还挺想尝一个 但现在估计打开里边也吃不了 对吧 这里共有30多种蔬菜水果 除了这种西瓜的枣瓜品种 西瓜即将上市外 最近就可以采摘的 还有小番茄和水果黄瓜 水果黄瓜 是不是跟我们平时吃的黄瓜还是不太一样 对的 个头还有那个口感都不一样 进来就看到了番茄对不对 对的 这个还没有成熟的番茄对吧 是的 但是我看快了个头已经有了 哇 这边都是好像都是爬藤类的对吧 对的 我看所有的上面都已经挂了一根线 然后它就顺着这个线一块的往上爬 这种小黄瓜好像就是我们平时用来做色拉呀什么的 两个蛋会比较多对不对 对的 可能清炒就不用这种了 一般我们都生吃 生吃 直接吃 对 就当水果吃 我最喜欢生吃了 我来看看啊 挑一根和我的气质搭吗 大 脆脆啊 嗯 嗯 这个黄瓜真的很甜 哦 它的甜度是很高 比我们平时在市场买到黄瓜甜度要高 然后里面有很多水分 而且刚刚整个上手盘了一下它 对外表的刺 没有我们普通买到黄瓜那么多 还是比较细腻的 水果黄瓜是长期节三培的蔬菜可以从11月下旬开始采摘到来年的六七月既能清热解渴又能美容减肥 这个好像跟我们平时在水果店看到那个圣女果还不是完全一样对吧 对的它的外形包括颜色口感都跟圣女果是有差别的 嗯 那我来试试 那我来试试 那我试试 好 哦 一口下去是爆浆的你知道吗 它整个里面这种爆开的感觉 并且它有一点点番茄的酸度 但这个酸度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甜味为主 对吧 它比圣女果甜度更高 平时我们吃番茄可能要去皮嘛 但它这个皮也纤维感比较弱 比较薄 对稍微取决一下就可以吞掉 像这个也是现在比较当机 啊对的现在基本上这个番茄都已经成熟了 嗯 因为我现在找到现在我会发现就是一般我们吃剩余果 可能它不会有番茄的那种回味 就是那种除了酸以外那种番茄特有的味道它没有 但这个就有 就有点像那种小时候吃过番茄的感觉 但甜度非常的高 哦这个很好吃 对 那这个如果是 那这个就采摘好了要带走 这个是多少钱一斤 统一定价 嗯 是十块 想把一圈逛下来可是品尝到了不少新鲜的瓜果蔬菜 最终还不忘再来尝尝 即将下市的草莓 好了啊 那今天呢最后我来到他们的草莓园 特别的幸运啊 其实现在呢已经是草莓即将下市的时候了 但我今天还是摘到了这么多香甜可口的草莓 那今天呢我来这边属于意外收获了草莓 那下次您来的时候呢 就不见得能够您来吃到他们家草莓 但是下次说明还会有其他的 这就是春天应该有的感觉 春天嘛我们就是应该到大自然中去寻找意外的惊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